有点难的我是妍妍 最后高的我是邱子 天马行空我是文杰 机场排名呢 就像是其他的排名每年都有 那么近年的最新的这个排名 我们其他的机场都不关注 但是主要关注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机场 还有新加坡的机场究竟是谁领先一点呢 对那最根据这个最新的SkyTrack 2017全机场评比这个出路 由新加坡这个叫做Changny Airport第五度的夺冠 拿下最佳机场的这个虚荣 那至于这个马来西亚国际机场排名 则是第34位的 那根据这个新加坡海家时报呢 那新加坡Changny Airport呢 年续五年就是荣誉这个全球最佳机场的头衔嘛 也是第八次赢得这项的荣誉 那根据每年的SkyTrack公布评比呢 其实他们的这个评分呢 是用什么来做标准呢 是用这个顾客服务啊 购物体验啊 饮食啊 住宿啊 等等这些领域 也分为别类出不一样的优质名单 像是本年度最佳进步奖 就搬给了亚加达的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 那最佳饮食评比呢 只是在香港的机场 不过这个最佳饮食评比呢 我就有点质疑了 因为之前新加坡的好几位艺人呢 他们就去香港的机场嘛 然后他们就在香港机场买了炒米粉 然后他们就开始大投诉 他拿着那个炒米粉说 这个比石头还要硬啊等等的 这些之类的 然后还说来香港千万不要来吃炒米 来吃香港的这个机场的食物 因为这很难吃 所以这里的最佳饮食评比 是落在这个香港机场 有点争议啊 我觉得是有点争议 因为我看那个影片 我都觉得不好吃了 那最佳购物的体验 其实是在这个伦敦的西斯洛机场 那最干净的机场呢 是东京的雨天机场 最佳员工服务奖呢 则是台湾的桃园机场 那这个我们的马来西亚的 吉隆坡国际机场KLIA呢 在全国优质机场是排名34的 比起2016年的24名 我们下滑了10个位置 不过马来西亚国际机场呢 还是获得优质员工服务奖的第7名 算是可喜可贺啦 那这一次的这个ChangYi Airport嘛 就五连贯了 其实是不容质疑的 因为新加坡的ChangYi机场 真的是服务真的太好了 那整个机场里头呢 还有植物园 然后你到处呢 就是还有这个按摩椅 是免费的 就是你坐得累了 你走着走着累了 不需要进钱那一种 对然后你就可以坐下来 然后你就可以做一个按摩这样子 然后那里呢 这个ChangYi机场呢 免税店是 我朋友说是逛那里傻 对就是超多 超多间店可以逛的 他说就是 你如果去ChangYi Airport搭飞机的话呢 你一定要提着很多个 很多个小时进去 因为你才可以去逛街 shopping啊 对 不过如果是马来西亚机场的话 你大概可以前45分钟才去 没关系 我们都是跟你说 不过路推也挺远的 近可能还是两个小时到了 然后但是这个确实 就有 只要是经历过的 我们 我们才 才有 就是 可以说他哪一个机场 比较不错 你看我们现场的主播都去过 然后感觉不错 向大家推荐 证明事实也不错 但是有一些呢 我们也去过 但是似乎没有他说的那么好 所以这个事情的一人而已啊 我们再看一下另外的一个事情 就是也是在机场里的是啊 然后就是移民局 就是有一个台湾女孩 那他就哭了 因为什么哭呢 因为他被大马的移民局给扣留了 对 因为这个女子呢 因为他持有这个护照呢 是破损的 当他进入境这个大马的时候 是他的护照因为破损 所以被这个大马海关扣留35个小时 那台湾女子今日现身呢 这个说法呢就是 质疑大马海关呢 呃 呃 是否有权限就是可以扣留这个 呃 入境者 那希望这个呃 此事呢 可以呃 以防更多人有遭殃 同样的遭遇 那他就说到了 我们台湾人呢 不应该受到这样的一个对待 呃 他也强调 希望这件事可以大肆化小 而他也 他的分享呢 就呃 给了所有的警惕 因为他在Facebook上传了 他的一个 呃 一个 破文 那该这个匿名呢 他的名字叫乔 乔妹啦 那是个台湾女子 他在 在破这个Facebook呢 他在写道了 九日达乘飞机前往大马市 护照内这个 因为 在这个日本购物时盯上这个免税单的时候 被日本 日本海关识破了 随后大马海关以 呃 护照破手为扣留他 对啊 那这件事情呢 其实他的Post 呃 我在之前 前几天 我也是有看到 是 然后他就是说 这个大马政府呢 呃 不是大马政府 这是大马移民厅 呃 就跟他说 你要我放你出来可以啊 然后你就给我钱 Money 他就跟他讲Money 然后他就假装听不懂 然后那个海关人员呢 就呃 以中文跟他说是钱 就是要一千块马币吧 没有记错的话 呃 然后呢 呃 在协调 那我看到墙壁写说不要给钱 那都是骗钱的 呃 那然后他还说 他就是被扣押在一个扣留 呃 环境张乱的扣留室 不时呢 还飘出一些异味 泪的时候呢 只可以躺在地上休息 期间呢 也没有办法跟外界联络 因为他的手机是被没收的 不过我看到他的Post 呃 呃 说是警惕 其实我看到下面呢 很多留言都是 都是在呃 投诉他的 投诉呢 反正是投诉这位 呃 台湾女子 哦 为什么呢 呃 说他呢 是这个 你明知道你的这个呃 护照 已经被撕破了 为什么你不要去换了 一本你才出国 嗯嗯 是呢 啊 就是 对啊 有这么 就是 但是在机场你的 你的护照破损之后 那确实海关人员 有理由把你把你换 检查你对吧 然后如果你实在里边东西都看不清楚了 谁知道你是谁啊 也许以为你是犯罪分子呢 那只能把你先扣留下来 证明你的身份之后 才能把你放掉 这我感觉这个是海关人员 我们都说 我们海关说 哎呀 金正男在机场上 因为我们的执法不严厉 所以就让 让有人有机可撑犯了 这样子的罪孽 然后 现在我们严厉了 反而又有人说 你们太严厉了 为什么要扣留我啊 是 但我觉得他主要的焦点是 放在那个贪污那一部分了 就是说海关人员 跟他要钱了 这些等等的 所以呢 也算是一个现象 让我们去注意到 大马的海关 还是有贪污这个问题出现的 那把贪污局就介入吧 所以这个 这个女孩呢 如果是真的 面对了这样子的问题 因为我们如果是法律的话 我们不能听一年之词 对吧 她说什么 我们就相信什么 那也是不可能的 我们需要听法律 公平的去判断这件事情 如果女孩真的是有冤枉 或者说她真给我要钱了 那你无妨 你就上诉 然后告这个大马运营局 就说他们朝我要钱 然后你通过法律的这个途径 来做给你一个公正的一个审判 然后这样子也许大家就知道 在这里边究竟会就发生了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了 另外我们再看一下中国两会的一些事情 中国两会呢 昨天呢是中国总理李克强做了记者这个问答 那么在过程当中呢 他谈了很多的问题 是啊 那当中的其中一个就是说 中国政府准备在今年之内 第一次跟香港和中国 适用这个债务通 那他也避免谈到了港督的这个问题 说一国两制的方程是需要前面的理解 还有执行 那确保一国两制呢 实践是不会变形的 也不动也要不走样 那刚刚说到的这个债务通了嘛 他说中央政府会不断的增加力度 来推出有利于香港发展的措施 像是去年推出深港通 那进一步来探索开放的债券市场 那这是国家的需要 那香港也是非常需要一个这样的平台 那香港和中国呢 今年将会是推行债务通 也就是说会允许境外的资金 在境内购买中国的债券 那他自己本身也说了这个 香港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这个是非常对香港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为什么因为这个可以 巩固香港在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那有利于香港的居民有更多的投资渠道 从而受惠 有利于香港的长期繁荣的稳定 这个债务通真 债券通真不错 就允许境外的资金 也就是因为香港是作为国际的金融中心 它有很多的这个外境外的资金 在香港进行流动 那么现在呢 就允许驻扎在香港的这个境外资金 在这个香港 就在香港市场来购买中国的债券 所以这个务必对香港也是有好处的 那么对其他的境外资金投入到中国债券的这个途径也是简洁了 也是有好处的 另外他还谈到了一些事情 包括继续推进减证放权 去到就是中国的就朋友们都可以注意到在中国的首都国际机场的两边的一些广告牌上都有写着 要减证放权 减证放权 究竟减证放权进行的如何呢 那李克强表示呢 减证放权要继续的推进 但不是这个一朝一夕能一朝一夕的资工啊 那政府现实呢 确实管一些不该管的事 也不属于自己该管的事 那束搏市场的一个手脚 降低行政效率 甚至会影响政府的一些公信力 因此呢 必须自我革命 就是刀刃向内 要用这个壮士断臂的精神 坚韧不拔的将以推进这个减证放权 他认为呢 政府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一些 优化对人民的一个服务上 以及涉及一些食品啊 药品或者是 环保等违法违规的问题要 要坚决的查出来 亦要把更多的力量放在这个 平复和教育这方面的 嗯对 减证放权一直呢 是李克强推的政策的重中之重 同时呢 除了减证放权以外 还有经济 那么经济呢 也是李克强所主要 呃 专攻的一个领域 呃 那么 这个昨天的记者发布会 完事之后呢 有不同的评论人 就对这个李克强回答中外记者 问给予了不同的评价 那么我们就看一个 呃 在朋友圈里哈 我的朋友圈里 一个中国 一个新加坡的史诗评论人 然后他 他是 他是这么评价两会的哈 他说 呃 在回答朝鲜半岛的问题时呢 似乎能看出来 第一 高层队如何对待朝核 以及半岛稳定的问题 除了强调无核化和稳定外 别无他法 还不知道怎么办呢 那么第二呢 总呃 总理的外交化语权 显然是很小的 显然是历届以来最小的 呃 他也不想多说什么 针对他的外交政策方面的东西 另外呢 他说谈起经济和减政放权 我们刚才说 所说的这两个主要的方面呢 他可是神采飞扬了 证明这两个部分是他主要专攻的 而且是有很大权力在这两个部分上的 至于外交化语权呢 呃 也许我们可想而知 应该是牢牢的把握在 呃 习近平啊 习近平的手里啊 是这样子的 一个一个方面 另外呢 李克强他也在这个总结四年的总理工作 报告当中呢 也赞扬了习近平 对 这个中国国务呃 总理李克强呢 在记者呢 就是呃 总结四年来这个施政成果呢 第一句就赞扬 呃 国家领导人习近平 呃 但是我们也也都知道哈 呃 他虽然他第一句就赞扬了国家领导人 习近平为和亲的党中央领导 呃 这样子的一种 我全国上下的努力的工作 呃 赞扬了 但是呢 也都知道 其实李克强呢 他是属于 呃 他是属于呃 胡锦涛的人 呃 那么这个 他不属于习近平阵营当中的人 那么也预计明年三月份要换届的时候 也许李克强呢 他就会卸任啊 去从事另外的一方面的工作 由新任的这个从事经济主要方面的一些人来任这个总理 也就是习近平阵营里习近平属役的一些人来任这个总理了 这也是我们的这方面的一个推测 呃 呃 我们在下一节呢 继续为大家看一下国内新闻